一笑最美的笑花被毒蛇咬中了玉祖 再过两分半就要毒发身亡 可同学们都嫌她脚臭 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忙 只有我忍着酸味为她吸出了蛇毒 事后我意外地发现 她的脚不仅不酸还散发出淡淡的奶香味 而且为了防止她想不开 我临走前又使劲瞬息了几口 确保蛇毒一滴不胜才肯离开 笑花为了报答我 直接开车把我撞飞 并宣布要娶我回家 此时的我整个人都猛了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某个地方的传统习俗 开车撞了人就要以身相许吗 文言附近看热闹的人顿时猛逼了 柳如嫣可是江南大学的笑话 不仅人长得好看 还在校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然而这样的女神现在却要倒贴 此时众人的心都在滴血 早知道这脚就算臭死我也去吸了 我看了一眼柳如嫣又摸了摸自己的耳朵 怀疑自己被撞成傻子了 不好意思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 我要和你结婚 柳如嫣吸了口气语气坚定 我今年大三虽然大你三岁 但俗话说得好 女大三抱金砖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车子房子我都有 另外我不要你一分钱彩礼 我们俩先从男女朋友开始 等你到了法定年龄就立刻领证结婚 说完之后柳如嫣露出了一个微笑 怎么样 我的条件还不错吧 听了这些话周围的人都坐不住了 这岂止是条件不错 简直是完美好吧 随即目光全部投向了我的身上 羡慕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叮咚 随即选择是否答应柳如嫣的表白 选择一答应表白 将获得一百万资金奖励 并获得软饭王荣誉称号 选择二拒绝表白 将获得特斯拉Model X一辆 以及资深级驾驶技术奖励 这两个选择看起来都很不错 尤其是选择一 下半辈子都可以一事无忧了 思考片刻我艰难地做出了决定 我选第二个 做出决定之后 我看向了柳如嫣黄返说道 真是谢谢你了 你是个好人 你答应就好 我就怕 刚说出口 柳如嫣忽然愣了一下 陈泽 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吧 你确实非常好 但是我和你不合适 我耸了耸肩 无奈又重复了一遍 但心里却在撕衬着 我从来都不记得跟柳如嫣有交集 她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难道是早就缠上我了 文言四周的吃瓜群众 都露出不敢相信的表情 顶级女神的主动表白 竟然被拒绝了 天哪 这个世界怎么了 我不会是出现幻觉了吧 柳如嫣沉默片刻 然后皱眉问道 为什么 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 其实也没有什么原因 主要是我想好好学习 上学期间暂时不考虑这种事情 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起来 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就连柳如嫣也被唬住了 难道是自己太着急了 耽误了陈泽的学习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先去学校报道 说完之后我微微笑了笑 转身离开了 这一次柳如嫣没有阻拦 看着我离开的背影 她有些失神 三年了 柳如嫣苦等了三年 今天她终于见到了 那个朝思暮想的人 可是当两人见面之后 她的表白却被拒绝了 上一世的柳如嫣 和我相识于大学的校园 大学毕业之后 柳如嫣化身工作狂 她凭借超强的工作能力 很快就闯入了公司的管理层 而这个时候 我能做的不多 更多是在背后默默地关心她 就这样过了几年的时间 柳如嫣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和人脉创立自己的公司 不过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忙于工作的柳如嫣 没有注意到 她和我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 直到一个月后 柳如嫣的公司成功上市 在这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里 她第一时间 想要联系我分享自己的喜悦 可这个时候电话却打不通了 那一刻她忽然慌了 这种感觉就好像 心脏被挖走一块肉 内心空落落地不知道该怎么办 联系不上我 柳如嫣第一时间联系了我的父母 电话接通之后 是我的妈妈接的 如嫣 你忙于事业忙于工作 我都能理解 可钱是赚不完的 感情是需要经营的 这一瞬间 柳如嫣感到很害怕 自己可能要失去陈泽了 她的脑海里 回忆起了两个人 以前的点点滴滴 原来她的心中 早就把我当成了 自己的另一半 这一刻柳如嫣 哭成了一个泪人 有时候感情就是这样 身处其中不自知 只有当失去了之后 才明白那就是爱情 本来的样子 随后她们 手上公司的项目 发疯了一般的开车 向我家驶去 然而意外降临 上天没有给她机会 再次睁眼她发现她重生了 这一世柳如嫣 重生后想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大声地向我表白 这一世她不想再错过了 今天当柳如嫣 看到我的那一刻 整个心都融化了 看着我离开的背影 她的脸上更加粉红 无所谓 老娘苦等了你那么久 也不差这几天的时间了 她下意识地抿了 抿嘴唇强忍着想要掉落的眼泪 叮咚 系统正在处理奖励中 特斯拉Model X 预计今天下午之前送达 资深及驾驶技术 奖励发放完毕 我突然感觉到脑海中 涌入了大量的信息 都是关于驾驶的相关技术 与此同时 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 系统牛呀 不愧是完美人生系统 领取奖励之后 我来到了新生报名点 在一位学姐帮助下 我完成了所有的入学手续 领到了自己的生活用力 全都忙完之后 我来了宿舍 跟社友们打了个招呼 跟儿子们聊天时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您好是陈先生吗 您有一个件 已经到宿舍楼下了 请问现在方便来取吗 没问题我马上下去 我的内心忍不住 感慨了起来 系统真是专业啊 连自己住的宿舍地址都查到了 过了一会 快递小哥就来到楼下 将快递交给了我 如同我猜的一样 快递里面是一把 特斯拉的车钥匙 当我刚拿起钥匙的一瞬间 系统再次发出了提示 斯拉Model X 已停放江南大学教室停车场 系统赠送停车位充电桩 等一切后勤保养 宿主可放心永久使用 我收到这个消息之后 忍不住给系统束了个大拇指 真贴心啊 第一天就配车了 还行吧 就是辆买菜车 我摆了白手 走吧 咱们开我的车去早去早回 好嘞 几分钟后一行人来到了停车场 车子启动后 我熟练地拐出了停车场 就在这时前方的一辆法拉里 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学校里竟然还有人开这种好车 我以为泽哥已经很土豪了 没想到还有更好横的 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 我也不得不放慢地车速 等到距离地更近了众人才发现 美中不足的是 这辆价值两千万的豪车前脸 竟然有一个坑 这个坑是怎么回事 暴舔天物啊 前生前打开车窗 伸出脑袋仔细地瞧了瞧 此时的我扫尸一眼 心中却产生了一种大事不妙的感觉 这辆车看起来好熟悉 陈泽 就在这时法拉里忽然升起了车门 柳如烟下车之后 惊喜地望着坐在驾驶位的我 认真开车的样子好帅呀 你好 那个有什么事吗 一想起今天在学校门口的事情 我就感觉怪怪的 他这么漂亮应该不缺追求者吧 为什么要向自己表白 没什么事 柳如烟刚要摇头 但是一想到自己如果说没事 陈泽一定会踩油门跑掉吧 这个该死的呆子 不有事 他急中生之道 我车坏了想搭你的车 说完之后 还指了指自己那辆法拉里车头前脸那个大坑 原本他打电话找来了保险公司 车都被拖车公司拉走了 结果柳如烟后悔了 在他看来这辆车是和我第一次相遇的见证 特别有纪念意义 所以柳如烟准备把这辆车收藏起来 当作一份珍贵的回忆 泽哥 你俩认识啊 三个社有一副受到了刺激的样子 不得不说 今天对于他们来说 惊喜实在有些太多了 算是认识吧 我点了点头 又看向了窗外的柳如烟 那个你想去哪啊 我这车坐满了要补 等等 我去后面和兄弟们挤一挤没问题的 不等话说完前生前 直接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一六烟就跑到了后排 三个人虽然挤了 但是总比在前面当电灯炮要好 此时的我一头黑线 而柳如烟则顺理成章地坐进了副驾驶 学姐你要去哪 没等对方回答我连忙继续说道 本来我们准备去商场逛逛 买点生活用品什么的 我以为柳如烟听了这句话 一定会自难而退 但是这一次又让我失望了 好啊 我也正好顺利 柳如烟系好了安全带 一场满足的看向了我 三年了 他又找到了那种温暖的感觉 有陈泽在身边总是特别有安全感 好想抱一抱态 要不是后面有三个电灯炮 柳如烟恐怕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 牛啊 此时的后座三个室友 无比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原本他们看到我开着百万豪车 还不至于羡慕 可现在女神笑话如此主动 这实在是太让人羡慕极度恨了 就这样接下来的一路上车里的气氛 很是怪异 半个小时之后终于到了商场 柳如烟恋恋不舍地下了车 临走时加了我的手机 看着我和室友们走进了商场 他忍不住握了我自己的拳头 哼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随后柳如烟在商场 随便找了家下午茶餐厅 他坐下来之后拿出手机发了条消息 快来找我有重要的事情 这条消息的后面还附上了自己的定位 大概过了二十分钟 只见一个长相不错的女生走了进来 这个女生叫李玲玲 是柳如烟从小就认识的朋友 你说怎么才能让一个男生迅速地爱上我 啥听了柳如烟的话 李玲玲直接跳了起来 不会吧 我说柳大老板你是受什么刺激了 我表白被拒绝了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 不就是个合同吗 李玲玲刚想点头 然后整个人忽然愣住了 等会 表白 你和谁表白了 此时的李玲玲满脸兴奋 直接开启了吃瓜模式 真是没想到啊 从来对男人不感兴趣的柳大小姐 竟然也有喜欢的人 柳如烟摸了摸自己的发烧 然后悠悠地说道 我一直都喜欢她 只不过才碰面而已 随后把学校门口的情况解释了一下 听完之后李玲玲面色古怪了起来 不会吧姐姐 你竟然对大一的小鲜肉下手 而且你把人家撞了还想要和她结婚 狗血的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啊 柳如烟咬了咬牙说道 别废话快帮我出出主意 怎么才能让她接受我的表白 泽泽 急了急了 李玲玲大手一挥自信地说道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我亲自教你几招聊汉技巧 保证帮你把那个小男人追到手 另一边我打了个喷嚏 泽哥没事吧 前生前凑到我的身旁问道 没事 可能有人在背后议论我 我忍不住摇了摇头 心中暗想估计说的还不能是好话 随后来到商场 一行四个人开始了各自的选购 最后大包小包地塞满了一整个车才回宿舍 到了晚上就出去美滋滋地喝小皮皮了 同一时间一栋豪华别墅内 玲玲 你说陈泽为什么还不回我信息啊 此时的柳如烟穿着睡衣正紧紧盯着手机屏幕 而在她的一旁则是正大口大口吃瓜的李玲玲 问这瓜真香 吃掉半个西瓜之后 李玲玲打了个宝格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什么 玲玲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此时的柳如烟心情异常烦躁 只见她从沙发上站起来准备动手了 别别别 我说大小姐 不就是吃你一块瓜吗 说完之后李玲玲看了她眉头紧索的柳如烟 感觉形势不对 于是她连忙收敛了笑容一本正经了起来 要我说呀 你们家小泽泽一定是没看到你发的信息才没回复的 你别着急啊 听到这句话柳如烟的眉头舒展了开来 玲玲 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 再说一遍呗 我说什么了 李玲玲想了想 我说你别着急 她肯定有事没看到 不是上一句 楚颜西满脸期待 我说你们家小泽泽 就在这个时候柳如烟的手机忽然响了 她立刻以驯为不激烟而知识 解锁了手机平锁点开了未读信息 抱歉学姐 今晚寝室聚餐刚回寝室 看到这条信息柳如烟一下子开心了起来 原来真的是因为有事没看到才没回复的 没关系 你今天聚餐喝酒了吗 有没有喝多 喝了一点点 问题不大 不吃 柳如烟忍不住笑了起来 陈泽的酒量她还是知道的 前世的时候他们俩人一起参加聚餐 每次陈泽都会替她挡酒 那个时候她的酒量很一般 但是为了她却一无反顾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 两个人的感情开始慢慢生根发芽 柳如烟开始脑补了起来 陈泽发消息说问题不大应该是怕自己担心吧 不过对于柳如烟来说陈泽就是她的一切 就这样两个人又聊了会 我有些困了说了声晚安就睡了 另外一边柳如烟捧着手机也很快进入了梦乡 这一觉绝对是她三年来睡的最踏实的一觉 第二天一早我被一阵闹铃声吵醒了 随后整个寝室都乱成了一锅粥 完了要迟到了 今天可是第一次班会 一阵忙碌之后几个人也顾不上吃早饭了 毕竟新生第一次班会迟到确实影响不好 进入教学楼马上就要到教室时 我注意到了站在教室门口的柳如烟 今天的柳如烟穿穿着一身黑白西装套裙 修长的大腿上是薄薄的黑色丝袜 这身打扮显得职业又端庄 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这身材是真好啊 不过她为什么会在这里 与此同时几个室友也认出了柳如烟 泽哥这不是昨天搭车的那个学姐吗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 让人家美女都追到教室来了 陈子你来了 这个时候柳如烟也看到了我静止朝我走来 学姐你好 好巧啊在这里碰上了 不巧我是专门等你的 只见柳如烟从身后拿出了一大袋早餐 拿着吧 昨晚喝酒了早饭必须吃哦 啊这 我决定勉强接受 那我还是拿着吧 多谢学姐了 嗯快进教室吧 趁热吃哦 看到陈泽接受了自己送的早餐柳如烟非常的开心 我点了点头拎着一大袋东西进了教室 坐下之后打开袋子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早点 生煎馄饨酥饼油条豆浆鸡蛋饼皮蛋瘦肉粥 好家伙这是要撑死我吧 我拿了一根油条一份生煎包其他的给室友们分了 为什么不喝豆浆 因为豆浆我只喝咸的 甜的狗都不喝 随后搁几个一边吃一边聊着班级的情况 班里的美女也被谈论个遍 就在众人说笑的时候教室的大门打开了 屋子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大家好 我叫柳如烟 是你们的助理班主任 挖去助理班主任 泽哥我没看错吧 这也太夸张了哈 最感到震惊的是我的三个室友 他们昨天还见过柳如烟 没想到今天就成了自己的助理班主任 原本柳如烟对助理班主任是没什么兴趣的 只不过因为这个班级里有陈泽才吸引了他的关注 一想到陈泽叫自己老师 这种感觉虽然有些怪怪的 但是又格外的刺激 此时的我表面一脸淡定的内心 却忍不住吐槽起来 这什么情况 上一秒给自己送早餐的学姐 下一秒就变成自己的老师了 同一时间学校的贴吧炸开了 一天我的美女助班帖子火了 一时之间学校的新生们都十分羡慕 为什么自己班没有这样的美女助班 此时的柳如烟并不知道自己的事情 在网络上产生了那么大的反响 当然就算知道也不会在意 现在的他眼里只有坐在班级最后一排的陈泽 看着陈泽吃着自己送的早餐柳如烟的心里 感觉非常的满足 好了 该说的注意事项都说完了 接下来请同学们依次上台进行自我介绍 由于明天开始军训 所以今天我们要选出临时班尾 有想法的同学可以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说出想竞选的职务 听到竞选班尾的消息教室里瞬间热闹了起来 泽哥你要不要竞选下班长什么的 赵明锐看了看我开始怂恿了起来 是啊老大 我们寝室都指望你了 另外一边前生前四笑非笑的说道 凭借你和刘老师的关系当个班长问题不大 到时候帮兄弟们争取一下福利 别搞我 我直接双手一摊哪有那个时间 虽然班干部的履历会有加成 但我并没有什么兴趣去竞选班长 叮咚 请宿主至少竞选获得一项班尾职务 系统根据职务的重要性将会发放不同的奖励 原本处于咸鱼状态的我一下子打了鸡血 其实当个班长也挺好的 我爱学校 做出选择之后 我一本正经的看向室友们 为了咱们寝室未来四年的幸福 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比如去竞选个班长 寝室三人一脸猛逼 这是什么情况 刚刚求着你你不干 现在这么快就改主意了 与此同时在柳如烟的组织下 班级同学们依次上台 有很多对竞选班尾不感兴趣 只是做了自我介绍 马上到最后一排了 这个时候上台的是另外一个男生寝室的李怀远 他的打扮非常的正实 一身休闲蓝色西装 配上一双增光瓦亮的痘痘鞋 不得不说看起来挺有蓝色妖姬的风范 大家好 我叫李怀远 想竞选班长一职 我在高中阶段就是班长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 再加上我的内心非常想为大家做贡献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台下的女生颇有兴趣地看向了她 这种成熟的形象确实能吸引一些妹子 直到她讲完话 还有不少女生的目光往她的方向偷描 泽哥你有对手了呀 台下赵明瑞担心地说道 还不用担心 前生前则是摆了白手 我们班女生多 颜值这方面泽哥拿捏得死死的 班会继续进行 按照顺序终于到我了 只见我不慌不忙地走上了讲台 然后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了起来 大家好 我是陈泽 闪及哈尔边的一道剑 来自隋林的一道店 今天我想竞选班长 多余的话我不多说了 如果我能当选以后 四年不需要大家交一分钱班费 班级所有活动经费全部由我处 我的这番话立刻引起了轰动 我支持泽哥 赵明瑞大声喊道 我觉得泽哥必须当班长 前生前也大声支援道 此时的李怀远一脸猛逼 原本他以为自己班长的位置我了 没想到陈泽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另一边 自从我站起来后 柳如燕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我 当他听到我介绍自己名字的时候 嘴角露出微笑 原来陈泽的名字还有这个运营 此时的我还不知道 柳如燕早已决定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花一分钱 在他看来 自己赚这么多钱 不就是为了给我花的吗 随后在柳如燕的主持下 所有人开始无记名投票 原本众人以为 这会是一场针尖对卖忙的对决 没想到最后 我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 除了李怀远寝室的室友 其他同学基本都把票投给了我 没办法 谁让我在颜值上碾压对手呢 再加上喊出的口号足够响亮 当柳如燕宣布结果后 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泽哥恭喜你啊 当班长了 前生前在一旁开起了玩笑 另外一边陈红良 则是一脸坏笑地说道 班长大人 为了庆祝一下 即兴表演个节目吧 这句话瞬间 引起了共鸣同学们 纷纷开始起哄 对啊 班长大人这么帅 唱歌肯定很好听 此时的我一脸黑线 你们这是强人所难啊 我唱歌真不咋地的 陈泽同学 要不你就展示一下 此时的柳如燕 正充满期待地看向我 在他的记忆里 我的唱歌水平还算不错 虽然比不了那些歌星 但是声音还是挺好听的 叮咚 检测到宿主完成竞选班位任务 奖励一恭喜宿主 获得初级美食反线卡一张 奖励二恭喜宿主 获得资深级演唱功底 水平堪比周天王 奖励三恭喜宿主 获得高级属性强化卡 体质加一魅力 加一智慧加一 完美 系统奖励来得太及时了 原本我对于自己的唱歌水平 还是有些担心的 现在的话 那我就现丑了 大家见谅哈 接下来我要唱的歌曲 是周天王的青花词 与此同时柳如燕 在教室的一角 拿出手机开始了拍摄 她要把这个重要的时刻 录像下来 不管我唱的怎么样柳如燕 都发自内心的感到开心 随着前奏的漫漫 展开我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并开了结局 不珍惜的青花词 在自顾自眉里 明年的笑意 异曲唱大余音绕梁 在场的很多女生 甚至不由自主地流出了眼泪 柳如燕更是哭成了泪人 我的歌真正地唱进了她的内心 青花词讲述的本来 就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前世的一个轮回男人的恋人被掳走 为了救回自己的恋人 她拿着稀释针往青花词去交换 没想到坏人在拿到青花词之后 还是杀死了她的恋人 时空流转来到了 现代的古董拍卖场 这里正在拍卖一件流传久远历史的青花词 曾经的恋人在这里再次相遇 两个人虽然没有了以前的记忆 但是依然一见钟情 意外再次降临 美丽的相遇之后 男人中枪倒在了女子的怀眼 千年之后美丽的青花词 又一次见证了凄美的生理死点 天青色等烟雨儿我在等你 柳如燕泪目 这说的不就是她自己吗 演唱完毕整个教室一片安静 下一秒集体起立 掌声如潮水般涌来 全班女生看向我的眼神 都是满眼的小星星 嗨嗨 柳如燕注意到苗头不太对 简单讲了几句果断 结束了这场班尾会议 好了大家也回去吧 好好准备明天的军训 众人点了点头 然后纷纷起身向外面走去 我也不例外 只不过刚走到门口身后 传来一声脆声声的声音 陈泽你留意下 我转头一看柳如燕好看的双眸正盯着着我 昨天喝酒身体好些了吗 柳如燕来到我身前关心的打量了起来 好多了 谢谢学姐今天送的早餐 我点了点头忽然开玩笑地问道 我有个问题 以后是应该管你叫学姐还是叫老师呢 听了这句话柳如燕好看的脸上浮现出一米红润 不许叫老师 显得太老了 她的语气强势却带着一种撩人的美感 我笑了笑开玩笑道 好吧刘老师 不柳如燕一边说着一边用纤细的手指捂住了我的嘴唇 两个人离得很近 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柳如燕真的好美 无论是身材还是颜值都无可挑剔 柳如燕也意识到两个人现在的姿势有些过于暧昧 尤其是当她感受到了我的气息之后 眼神中多了一丝慌乱 一瞬间柳如燕连忙将手指缩了回来 自己是不是有些过了 这才刚见面没几天就摸了陈泽的嘴唇 如果让她觉得自己是个随便的女生怎么办 不过陈泽的嘴唇真的很好摸 软软糯糯的感觉 亲上去会更好吧 嗨嗨抱歉我开了个玩笑 我连忙主动认错 看柳如燕现在的样子我忍不住问道 学姐我怎么感觉你有点慌 有吗 没有呀 柳如燕眼神看着其他方向不敢和我对视 她是真的没什么经验 以前把时间都用来忙工作 就连相关视频作品看得都少 现在的柳如燕很后悔 当初为什么不和陈泽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呢 不过好在现在从头开始还来得及 想到这里柳如燕强忍着害羞 向前一步把我逼到了墙角 然后伸出手来扶在我身后的墙上 女总裁的霸道壁东 此时我也没想到柳如燕竟然就这样而过来 你好有人吗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外面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听到声音的一瞬间柳如燕就怂了 连忙从我身边退了回来 同学你好 我来上个自习 这个教室没有课吧 进来的是一名戴眼镜的女同学 背着书包好像真的是来学习的 此时的柳如燕早已没有了刚才的霸气 整个脸红得像苹果一样不敢见人 没问题你随意 我上前解了围 然后回头看向柳如燕 学姐我们走吧 嗯好 柳如燕的心乱了脑子也就乱了 整个人开始了胡思乱想 自己刚刚是不是很丢人了 陈泽会不会嘲笑我 不知不觉间两个人走回了宿舍去 学姐 没什么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我试探着问道 啊好吧 柳如燕的脑子还处于待机状态 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两个人分开之后 我独自一人往宿舍走去 说实话我现在也很纠结 从柳如燕的反应来看 她肯定是真没谈过恋爱 要不然也不至于一点点的变化 就让她害羞成那个样子 只是我始终没有搞明白 她为什么要对自己那么好呢 另外一边柳如燕等我离开之后 心事重重的在路边长椅坐了下来 她拿出了手机给李玲玲发了一条消息 玲玲你听我说 我有个朋友 她避动了一个喜欢的男生 你说这个男生会不会很反感这种行为 李玲玲秒回 大小姐 你说的这个朋友不会就是你自己吧 柳如燕咬了咬牙 行吧 我承认是我行了吧 哈哈不会吧 谁能想到传说中只喜欢女人的柳大笑话 竟然有一天也会避动男人 柳如燕没有继续计较 大概讲了一下今天的事情经过 当然也少不了李玲玲的一番嘲笑 第二天上午江南大学操场 数以千计的新生身穿迷彩服 笔直地站立在阳光下 烧起立正 全体都有 休息15分钟 教官看了看时间 然后下达了休息的口令 一瞬间整个方队的学生都长出一口气 有的直接就坐在了地上 而我在听到教官口令的一瞬间 就冲到了30米外的阴阳处 在我的带动下 不少学生也开始往树荫下跑去 要了命了 这才军训第一天 我怎么感觉就像掉了层皮一样 哀咳死了 学校太差劲 连个能喝水的地方都没有 身旁几个学生已经开始抱怨了起来 就在这时和我被分到一个方阵的李怀远走了过来 陈泽你没有女朋友送水吗 李怀远是老阴阳师了 他知道我非常有钱 但是有钱不是和自己一样没有人给送水 想到这之后 他的内心忽然就平衡了许多 不过就在此时 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看向了李怀远的身后 这把他看得有些发毛 大家在看什么 好奇之下 他也转过了头顿时愣住 今天的柳如烟 就连一些学长和教官也都忍不住地看了过去 此时的柳如烟左手打着一把遮阳伞 右手拿着一瓶矿泉水 而且从瓶子外壁出现的许多水珠可以看出 这瓶水是刚刚从冰柜中拿出来的 不会把校花指使来送水 怎么可能 谁有这么大的面子能让校花送水啊 一时之间众人都小声议论了起来 在众人的注视下柳如烟丝毫没有理会 而是一脸认真的在寻找着什么 两分半后他终于确认了位置 我凑校花来我们管理学院了 我现在好紧张啊 校花好像朝着我的方向来了 是要给我送水吗 我身边的几个男生满脸兴奋 就好像这瓶水是要送到他们手中一样 就连刚刚转身的李怀远都忍不住心跳加速了起来 校花的目标不会是自己吧 就在他歪歪的时候忽然一股危机感涌上心头 自己好像忘了一个人 身旁的陈泽和自己可是一个班啊 而且他还挂着班长的职务 可能性比自己还大一些 不行 机会难得我要自己主动去争取 下定决心之后李怀远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发型 然后迎着柳如烟的方向就走了过去 学姐你来了呀 李怀远屁颠颠地跑到柳如烟的身旁 用一种两人很熟的语气想要套个近乎 哦是李怀远同学啊 柳如烟平淡地打了个招呼 然后直接绕过了他 他原来校花不是给他送水啊 我就说嘛 柳如烟校花怎么能看上他 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其实如果换成平时柳如烟虽然高冷 但也不会一点不给别人面子 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 陈泽刚刚训练完现在一定很可怕 这个时候他哪还有心情和别人浪费时间 必须马上把水送过去啊 另外一边我目睹了眼前的一幕 忍不住捂住了额头 完了他的目标果然还是我 陈泽同学 训练辛苦了 柳如烟来到我的面前轻轻地道了我 给快喝口水吧 看到这一幕周围众人全都惊呆了 这是真实发生的吗 柳大校花亲自来送水 而且还把平带拧开亲自送到对方嘴边 校花你要是被威胁的你就眨眨眼 然而此时的柳如烟确实面露微笑 双眼紧紧地盯着我 在场的众人几乎都能看出来 只有真正发自内心眼神才会如此的甜蜜 这种感觉就像冬日里的暖阳 让人不由自主地陶醉 愣着干什么快接着啊 柳如烟歪了歪头 看向我甜甜地说道 谢谢了学姐 我站起身接过了冰镇的矿泉水 虽然我本意想低调 但是现在周围这么多人不接过来 就太不给学姐面子了 我看向柳如烟心里总是有一种 说不出到不明的感觉 为什么她对自己那么好呢 也忘了我可是你的助版 老师关心同学是应该的 柳如烟的目光闪烁 眼眸中还带有几分意味不明的兴奋 关心同学 我信你个鬼啊 刚刚李怀远那尴尬银幕 我可是全程看在眼里 估计李怀远要听到这话能气到吐血吧 我眨了眨眼 然后一本正经地说道 谢谢刘老师的关心 听到我又喊他老师柳如烟 假装生气地瞪了我一眼 不过很快他的眼神又融化了 你军训这么辛苦 快喝点水补充体力 哎呀看你怎么不喝呀 难道是太凉了 拿来我帮你捂一捂 热一会再喝 这谁受得了啊 这样的学姐实在是太贴心了 我打开了瓶带狠狠地喝了一大口 顿时一股透心良心飞扬的感觉 身旁的同学看到这一幕 已经羡慕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一方面是真的口渴 另一方面则是纯纯的羡慕 笑花送的水一定很甜吧 好了那我就先走了 手机联系 看到我把水都喝了柳如烟 露出一个可爱的表情 随后转身离开了军训场 笑花离开的一瞬间 四周众人的目光 再次聚集在了我的身上 大家都很好奇 这个人到底有什么身份 尤其是我和笑花的关系 究竟是不是男女朋友 好了休息时间到了 全体集合 这个时候教官的哨声响起 军训继续进行 大家恋恋不舍地离开阴凉区 又要面对太阳的暴闪 就这样反反复复 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 军训结束后 大家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往自己宿舍的方向走去 晚上每个人都睡得比一网踏实了许多 累到隔屁了 第二天上午继续开始军训 不过有了昨天的经验 今天很多人都带了冰水 今天的训练科目是慢跑 教官带队绕着学校操场跑五圈 很多新生跑半圈就上期不接下期了 再加上天气炎热 用汗如雨下来形容也不过分 到了第五圈的时候 教官都有些跑不动了 就这样又训练了半个多小时 教官自己累得不行了 宣布原地解散休息 这个时候和昨天一样 操场上出现了很多送水的学姐 而我没有在一场边发生的事情 一个人靠在树荫下拿出手机 查看了一下最新的股市信息 大哥远偷走了我的人生 刘回自参加快乐向前冲 还有龙王CP甜蜜失锤 正当我思考先买那个股票的时候 前方忽然有人发出了差异的声音 爱柳大笑花又来了 不会又是来送水的吧 我这两天看到笑花的次数 比之前三年还多 不远处柳如烟缓步迈入训练场内 今天的他穿着和昨天一样 只不过手里拿着的不再是水 而是一大杯奶茶 我抬头望去目光中充满疑问 什么鬼 说好的不送水了 结果你送奶茶 此时所有人都注意到了 他手中的奶茶 笑花今天要送奶茶了 一些新生觉得自己 也有机会特意向前凑了凑 不过自始至终柳如烟的眼里 只有陈泽 那些凑过来想要搭讪的同学 全都被他过滤掉了 完全没有半步的停留 柳如烟拿着奶茶 静止地来到了我面前 学弟辛苦了 喝杯奶茶吧 刚刚还冷若冰霜的目光 现在好像被融化成了火一样 温柔地看着我 见到这一幕四周众人再次酸了 我靠又是这家伙 这个眼神好羡慕啊 学姐 昨天不是说不用送水了吗 我接过了奶茶 有些好笑地看向了柳如烟 哦 其实我也是顺路 想到你那么辛苦 就给你带一杯奶茶 柳如烟眨眨了眨眼睛 一脸无辜地说道 好吧 谢谢学姐了 我心想信你的鬼啊 顺路能直接顺到学校操场 不过我也没有多说什么 接过了奶茶 直接喝了一大口 现在还真的有些渴了 随机任务闪光的班长 任务要求 延延下日为所在班级同学 谋取军训福利 系统根据完成情况 和班级同学好感度 给予奖励 以这个任务有点意思啊 我皱了皱眉 该任务没有说要去具体做什么 只是说根据好感度 来评估最后的奖励 但是自己到底要怎么做呢 柳如烟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看到我好像有心事 于是关心地问道 陈泽怎么了 有什么烦心事吗 我摇了摇头笑着说道 没什么 我在想明天自己会不会上贴吧头条 不会的那个 柳如烟预言又指道 我听说贴吧最近开始严格管理了 像那些侵犯隐私的帖子都要被删除 哦这样啊 我看了看一脸认真的柳如烟 心中暗想着不会是他指示的吧 好了 没什么事那我就走了 心虚的柳如烟打了声招呼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军训厂 我摇了摇头不再想贴吧的事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完成最新的任务 在手机上搜索了很多资料 心中有了一个方案 随后我在班级群里发送了通知 今天晚上在二号楼召开临时班会 我为大家准备了一套护肤套装和防晒品 希望大家可以准时领取 还有从明天开始 我们班级的同学可以在班级专属的 银水点免费领取矿泉水 以上活动仅限本班级同学参与 我消息发完之后立刻在班级群里 引起了剧烈的讨论 泽哥牛啊 太谢谢班长了一定准时到 第二天军训前 三班的同学们第一件事是先擦好防晒霜 当军训开始之后 操场上的拍摄团队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最开始所有人都以为 这是学校安排的集体拍摄 后来才知道只是跟拍工商三班的 这可把其他班级的同学羡慕坏了 一时之间工商三班成为了军训厂上的焦点 虽然一瓶山泉水只卖两块钱 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天气下 能喝到冰水简直不要更爽 最重要的是其他班级都没有这个待遇 两相对比之下 工商三班的同学内心里产生了巨大的幸福感 时间一晃而过军训接近尾声 第七天的下午 各个方队在操场上接受 简约宣告军训彻底结束 最后时间我打开了班级群 发布了一条消息 同学们军训辛苦了 明天晚上六点班级聚餐 请所有同学参加 另外本次聚餐不需要任何费用 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浪费 酒水和饮料也管够 当这条消息发出之后 整个班级群立刻热闹了起来 泽哥牛啊 军训这几天累的不行 明天正好改善一下伙食 谢谢班长 真的可以随便点吗 我怕把班长吃穷了 看完了大家的回复 我又单独私聊了柳如烟 毕竟她这可是班级的主办 还是要问一下的 学姐明天有时间吗 柳如烟回复道 有的 刚刚有点是明天一定参加 原本柳如烟对于这种酒局 完全没有兴趣 但是现在陈泽亲自邀请她 是一定要去的 而且最关键的这次聚会 陈泽一定会喝酒的 如果她喝多了的话 自己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想到这里柳如烟 抿一抿自己的嘴唇 眼神中焕发出别样的光彩